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4年新年贺词 中俄两国元首护制新年贺电 中俄两国总理护制新年贺电 各地热闹喜庆迎接新年 人们在多彩活动中乐享假日 共祝新的一年更加美好 元旦假期交通部门做好服务 保障旅客出行 以色列军方称继续在加沙地带南部推进 哈马斯称打击乙军坦克和车辆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俄两国总理护制新年贺电 新年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阻碍和互联网 发表了2024年新年贺词 同志们 朋友们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东志们 冬志们 trails沙地霖 若所作记是自能量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回 Understand 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祝福 2023年 我们接续奋斗 砥砺前行 经历了风雨洗礼 看到了美丽风景 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 大家记住了一年的不易 也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一年的步伐 我们走得很坚持 疫情防控 平稳转断 我国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 更加健全 一批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新型支柱产业 快速崛起 粮食生产 二十年峰 绿水青山 橙色更足 乡村振充 乡村振兴 展现新气象 东北全面振兴 谱写新篇 雄安新区 拔结生长 长江经济带 活力脉动 越港澳大湾区 涌力朝头 中国经济在风浪中 强健了体魄 撞实了筋骨 这一年的步伐 我们走得很有力量 经过九九围攻的魔力 中国的创新动力 发展活力 波发奔涌 C919大飞机 实现商飞 国产大型 邮轮完成试航 神州家族太空接力 奋斗者号 极限深浅 国货潮牌 广受欢迎 国产新手机 一击难求 新能源汽车 敌电池 光复产品 给中国制造 增添了新亮色 中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 奋力攀登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 这一年的步伐 我们走得很见神采 成都大营会 杭州亚运会 精彩分成 体育建儿涌创佳绩 假日旅游 人潮涌动 电影市场 红红火火 村超 村晚 活力四射 低碳生活 建成风尚 温暖的生活气息 复苏 复苏的忙碌尽头 详细了人们 对美好幸福的追求 也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 热气腾腾的中国 这一年的步传 我们走得很显底气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 传承着伟大的文明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大漠孤烟 江南细雨 总让人 思街千载 心驰神亡 黄河九曲 长江奔流 总让人 心潮澎湃 豪情满怀 两组 二里头的 文明曙光 殷须甲骨的 文字传承 三星堆的 文化瑰宝 国家版本馆的 文脉更续 泱泱中华 历史何其悠久 文明何其博大 这是我们的自信之机 力量之源 中国不仅发展自己 也积极拥抱世界 担当大国责任 我们成功举办 中国中亚峰会 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系列 主场外交迎来 五州 宾棚 我也访问了一些国家 出席了一些国际会议 会晓了不少老朋友 新伙伴 分享中国主张 深化彼此共识 世事变迁 和平发展始终是主旋律 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始终是硬道理 前行路上 有风有雨是常态 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 一些群众就业生活 遇到困难 一些地方发生洪涝 排风 地震等自然灾害 这些我都牵挂在心 大家不惧风雨 守望相助 直面挑战 攻坚克难 我深受感动 亲亲劳作的农民 埋头苦干的工人 赶闯赶拼的创业者 保家卫国的子弟兵 各行各业的人们 都在挥洒汗水 每一个平凡的人 都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 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 明年 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我们要坚定不移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要坚持稳中囚禁 倚尽促稳 先利后破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 向好态势 实现经济 行稳支援 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 增强经济活力 以更大力度 以更大力度 办教育 新科技 与人才 要继续支持香港澳门 发挥自身优势 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两岸同胞 要携手同心 共享民族复兴的 伟大荣光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 也很朴素 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 过上更好的日子 孩子的抚养教育 年轻人的就业成才 老年人的就业养老 是家事 也是国事 大家要共同努力 把这些事办好 现在 社会节奏很快 大家都很忙碌 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 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 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 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 让大家心情愉快 人生出彩 梦想成真 当前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 处在战火硝烟之中 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珍贵 我们愿通国际社会一道 以人类前途为怀 以人民福祉为念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此时此刻 夜色斑斓 万家灯火 让我们一起 祝愿祖国 繁荣昌盛 世界和平安宁 祝愿大家 福暖四季 顺随安康 谢谢大家 本台消息 2023年12月3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互置新年赫电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普京总统和俄罗斯人民 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 习近平指出 2023年 面对百年变局和动荡的国际地区形势 中俄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行 过去一年 我们在莫斯科和北京两度会晤 围绕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坦诚交流 达成广泛共识 在我们的共同引领下 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深化 战略协作愈加紧密 互利合作 不断取得新成果 中俄双边贸易额提前达到2000亿美元目标 体育交流年圆满收官 两国关系的物质和民意基础更加牢固 习近平指出 我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宣布 双方将于明后年举办中俄文化年 我们还将隆重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中俄关系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表明 不断巩固和发展 永久牧林友好 全面战略协作 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符合国际社会期待 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我愿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交往 以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和举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 引领两国不断增进互信 拓展合作 传承友好 确保中俄关系沿着正确的道路 行稳致远 普京总统向习近平主席 致以忠心的节日祝贺 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普京表示 即将过去的一年 我们两度举行会晤 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全方位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两国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双边贸易额提前突破2000亿美元目标 创下新记录 俄中体育交流年成功举办 俄中文化年叙事待发 两国即将迎来建交75周年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各领域富有成效的合作 将取得更大成果 双方在联合国20国集团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机制框架内合作 也将取得新进展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强 同俄罗斯总理米苏斯京互制新年贺电 李强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中方愿继续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米苏斯京表示 2023年 俄中总理第28次定期会晤 取得丰硕成果 俄方愿同中方保持建设性沟通 推动双边合作 迈向更高水平 本台消息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 题目是 满怀信心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元旦献词 元旦假期里 各地迎新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浓 人们游园赏景 参与各类文娱活动 共享美好生活 这个假期 深圳滨海公园里 游人如知 大家吹着海风 散步休闲 尽享假日时光 在厦门元博院 落雨山层层叠叠 倒映在湖水中 如油画一般 吸引许多游客拍照打卡 昆明海红湿地公园里 层临近染的湿地风光 上下翻飞的海鸥 让游客们沉浸其中 武汉植物园里的 1.2万株热带兰花 姿态独特 绚丽绽绽放 有很多摄影爱好者 来这里拍照创作 在北京 各个公园的活动 也丰富多样 游园坛公园里 大家踢剑子打花棍 家长们还能带着孩子 参加学传统印刷 制作文创花灯的活动 让孩子去 更多地去体验 非常的有意义 希望现在一年里面 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 祖国也能够繁荣盛盛 这个假期 冰雪游十分火热 在黑龙江亚布利 56条雪道全部开放 假期首日 就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 在吉林辽远 当地将传统灯式建筑与冰雪 相结合 打造出别具一格的冰雪世界 新年到了 然后也一起踏踏雪 看看冰 感受一下这里热闹的氛围 2024年 希望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都有个很好的开端 在海南三亚 游泳玩沙等 缤纷多彩的亲子运动 让游客们在山水间 畅想假日生活 在新疆乌石县 当地农牧民组成16支队伍 用一场场排球赛迎接新年 让我们精气神足了 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体育运动 体验运动的快乐 这个假期体验国潮 飞移成了休闲旅游的新热点 在山西大同 博物馆以龙为主题 通过陶瓷器 青铜器等 包含龙元素的展品 让游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江苏苏州虎丘塔下的元旦游园会 集合了传统手艺 飞移文创及特色小吃 吸引大批游人参与 在辽宁盘景 人们聚在一起 贴窗花 做堂画 看表演 喜庆氛围拉满 湖南长沙的市民游客 近距离体验 民间戏曲 纵编等十余项 胡香飞移项目 感受浓厚的新年氛围 广西玉林的百年老街 十字街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美食 一起打造了一个 沉浸式互动体验市集 观看传统民俗 与飞翼展示 让大家都感受到了 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给人一种回味无成的艺术享受 张灯节彩迎新年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各式花灯点亮节日夜晚 一些街道和广场上多样灯组 将城市装扮得绚丽多彩 在河南洛河和尚街古镇 形式多样的羊皮灯笼 荷花灯 诗词灯烘托出了浓浓的新年氛围 在安徽黄山岩寺老街 大红灯笼与粉墙带瓦交相辉映 传统的舞龙表演穿梭其中 祈愿美好新年 在四川梁山 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建昌古城里游客熙熙攘攘 在河北灵售游客们欣赏了一场即彩灯冰雪 传统活动表演为一体的冬季文化旅游盛宴 过来之后感觉特别的漂亮 咱们这儿这个灯种类特别多 我还特别高兴 走过气象万千的2023 我们即将走进充满希望的2024 这一年有哪些成长和收获 对新年又有哪些期盼和祝福 元旦海彩 新年新愿 一起来听听大家一年来的奋斗打拼 聊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你好 阿姨好 我们是那个电视台的记者 然后对新年 你好 新年到了嘛 我们在做一个海彩的节目 叫新年新愿 就想特别问问大家 这个2024年您有什么新年新愿吗 我有 2024年好好的出去旅游 下去下珠海 山珍 香港 国泽那边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就这么简单 我现在学的吉他把我吉他学好 钢琴弹了 在哪学这些东西 都在我们那小区有故意喝啥 因为我今年高三了嘛 所以我的愿望还是希望考个好的大学 相信自己 然后拼搏一下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把这批土尽快卖出去 卖出去我就有钱扩大养殖 养更多的土 在新年来把我的家庭的 我自己的小收入也要高上去 把小菜轮整好 把小豆腐做好 把弩钱整好 把小月子干得横缝滑滑滑的 2023年您实现了哪些愿望 今年有很多的订单 还有我的好几个学生参加比赛 描写比赛都获奖 我觉得是最高兴 最高兴的事 2023年我们比2022年 那就赚的就多了 我们算一下啊 从年头到年尾 我们干了有一万多平米 一万多平米 足球场都相当于 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有那么多的量 肯定赚得多嘛 新年的意外就是 国家环游产生 香港也是环游稳定 我们这个团叫做航天科技 航天科技考察团 对 是国家这一部支持的 这是我们大的 航天科技中心去交流 也参观了航天博物馆 还有跟北韩的很多 他们自己亲手做火箭 一大开眼界 看到我们国家发展 这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 一个巨大变化 这是对他们 增强对国家的认同 香港又抓住 这个大黄区的战略机遇 还有一带一路 这两个机遇是不可多得的 错过就是 就是苏州过后的母艇达了 这个是不能再错过了 19期在香港 回归25周年 讲话讲得很清楚的 这是又背靠祖国 我觉得主要是要 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能达这个国家 高速发展的列车 是我们香港未来的希望 今天是元旦假期第二天 各地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185万人次 开行旅客列车 10682列 其中广州 深圳 加开前往长沙 岳阳等方向列车 99列 南宁 桂林 北海等城市间 34组动车组重连运行 成都东 重庆北站的 接驳公交延长运行时间 服务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今天 全国民航计划 执行航班14230班 发送旅客166万人次 三亚机场旅游客流攀升 机场加开安检通道 提升过检效率 公路方面 今天上午受 大物影响封闭的200多个路段 目前已恢复通行 截至17时 内蒙古河南境内6个路段 因低温雨雪冰冻封闭 交通部门提醒私承人员 注意高速公路提示信息 在客流集中的密闭空间 旅客要做好旅途防护工作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国家统计局 今天公布 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为49% 从主要分项指数看 反映制造业企业产品供给的 生产指数为50.2% 连续7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反映企业信心的生产经营活动 预期指数连续三个月上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7年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 70% 工业能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今年前11个月 我国软件业务收入突破11万亿元 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 利润总额达到了13,033亿元 同比增长12.9% 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获悉 2023年 三峡枢纽年通过货运量达1.72亿吨 同比增长7.95% 创历史新高 枢纽过货通道活力进一步释放 黄金水道航运效益进一步发挥 今天浙江宁波至京华的永津铁路开通运营 全长约188公里 设计时速160公里 全线设有宁波凤化 绍兴盛州 京华义乌等9个车站 实现了宁波周山港与义乌的互联互通 2023年 广西北部湾港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00万标箱 再创历史新高 连续7年增幅超10% 截至目前 该港口共有航线76条 已实现全国沿海主要港口 及东盟国家全覆盖 以色列军方30号称 乙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南部推进 打击了汉尤尼斯的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情报部门总部的目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说 乙军必须完全控制加沙地带 与埃及的边境地区 哈马斯30号公布了其成员 在汉尤尼斯与乙军交火 打击乙军坦克和车辆的视频 另据巴勒斯坦媒体30号报道 乙军继续对包括加沙地带中部 麦加齐难民营在内的 多个难民营发动空袭 导致平民伤亡 据阿拉底亚电视台30号报道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表示 该组织正在与时间赛跑 努力避免加沙地带出现饥荒 以及基础服务的彻底崩溃 该机构强调 加沙地带长期停火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 俄罗斯国防部30号称 乌军当天发射搭载 极数弹头的火箭弹 袭击俄罗斯西南部边境城市 比尔哥罗德 俄军进行了拦截 但仍有一些坠落在该市 多处居民楼 公用建筑等受损 比尔哥罗德州州长 格拉德科夫今天称 乌方30号的袭击 已造成24人死亡 108人受伤 比尔哥罗德州今天又发布了 导弹来袭警报 乌克兰媒体30号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乌军的打击目标 是比尔哥罗德附近的军事设施 另据乌克兰空军今天发布的消息 30号晚至31号凌晨 哈尔科夫等地遭俄军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袭击 神州大地 山河壮丽 欣欣向荣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南国的以你风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